以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内容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云端上面 我有把它放在那个 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那个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 然后的第五个单元 你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的话其实也会有我刚刚的那个公式 我把它再贴一下好了 我看一下好像那个点击进来的 好像没有很多耶 OK 是不是没找到还是 因为我等于是这个就是一个云端的讲义 那有一些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公式 上面其实都有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刚刚提到那个录制聚集的部分 那这边是已经录制完的结果 所以你们要参考的话 可以再到这个第四页这个地方 其实就两个sub 所以录制的方法 当然我刚刚有提到 第一个你要先彩排过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你可以再把这个动作 再把它执行 所以我先把这两个按钮一起先把它拿掉好了 我们先从头来过 这两个 但是等一下可以加 那所以呢 第一个如果要录制聚集的话 我刚刚有彩排了 那录完的结果其实也会在这个Visual Basic里面出现 那我先把这个 我刚刚加上去的这一些程式也许先把它移掉 让这个画面变得比较干净一点 假设跟各位一样原始状态 那如果说呢我将来希望做完的事情呢 能够加快执行的速度的话 那当然你做完之后啦 你这公式其实可以不用删掉 然后呢 先彩排 彩排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开始录制了 所以哦 录制之前 可能要先确认一下 你那个步骤是不是有记得 而且那个步骤不能做错 所以最好是建议你 刚才如果你实在记不起来 你刚才把它写下来好了 step 1,2,3,4,5 ok 跟这样 应该只有四个步骤 所以你就1,2,3,4 好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了 录制聚集 所以哦 开发轮里面有录制聚集 然后聚集的名称 也许叫做 叫问卷调查聚集好了 ok 那就给一个名称 给个名称 按确定就开始录制了 ok 那如果NG怎么办呢 比如说我现在按一下确定 我发现说 不对 我现在游标已经在B2 那就NG了 因为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在 先把游标放在B2以外的位置 不然如果你现在直接点 已经在这里 你再点它 它不会帮你录制 对的聚集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停止 停跳 ok 那怎么办 NG NG没关系 再来一次 录制 再把名称贴上 那因为刚刚已经有录一个NG的 那怎么 他把它盖过去 所以按确定 他问你说 是不是要取代 拉单4 好 他还是NG 所以游标先把它移到旁边来 再一次 所以很容易NG的 NG就重来没关系 好 1 游标放在B2 ok 2的话呢 上面打个勾 ok 然后3的话呢 向右填满 到欧栏 4的话快点两下 记得在这个空点 快点两下 让它向下填满 OK 好 那完成了 所以完成4个步骤之后的话 最后记得按停止录制 那这样的话就有第一个聚集了 第二个聚集的话呢 就是再按一下录制 那个聚集叫清除好了 清除聚集 那我们主要要做什么 把它清掉 不过还是一样 先确定一下 游标还是先放在旁边这边 因为等下我要点这边 然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 所以先点旁边任何 就是不要放B2就对了 入字 然后这边给一个清除聚集 好 按确定 1 游标放在B2 记得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OK 意思是全选 所以B2 然后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后Delete 好 这样的话就清楚了 那一样把它停止录制 那停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如果要把刚刚录下来 所以已经录了两个聚集 那怎么知道它录下来有没有成功 其实你可以在录制聚集的左边 这边有个聚集的清单 它会帮你把你刚刚录的那个聚集放在这边 点一下 OK 然后你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你会发现就刚刚录的这两个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你可以按一下执行 OK 也成功了 然后再来聚集 再按一下清除聚集 再按执行有没有成功 也成功了 那当然一样 如果你假设一直 奇怪怎么怪怪的 多一些动作少一些 或者是最后结果不对 那就NG NG就可能再把它重录制 那录完之后的话 再去检查 反正就是这样子执行一下 OK 那当然你最后 希望能够 因为将来如果要执行聚集 每次都还要直接进到开发人员里面的聚集 其实也蛮不方便的 所以最后如果希望能够在旁边加两个聚集 有两个按钮的话 最后你其实是可以在 这个开发人员下方的左边插入 然后如果你要加按钮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插入的下方找到 叫表单控制项里面这边按钮 这个按钮有点像小画家那个矩形 你就拉一下 点它一下 然后在这边拉两个按钮 然后他就会问你说 你点它一下 在点Excel的这个地方 记得点住不要放往右下拖拉 那大小由你自己决定 放开 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你这个按钮按下它之后的话 你要执行什么 什么聚集 那这个时候我要执行的是这个 问卷调查聚集 你把它选到 然后按确定就OK了 不过按确定之后呢 按钮上面没有名称 所以我的习惯我会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 所以点它 它执行这个聚集 然后最后的话把这个名称也带上来 那我喜欢delete掉 按贴上就可以了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按钮就OK了 一样 再点这边一下 再点 就是插入表单控制项的这个按钮 然后一样在这边点住不要放 然后向右下角拖拉 一样放开它会问你说 这个按钮呢 将来你要执行哪一个聚集 清除聚集 那一样把名称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个按钮上方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 你按一下这个问卷调查聚集 就有了 清除 这样就OK了 所以以后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简单 几个步骤 如果你的步骤越多 其实你会发现 哇 那真的是越方便 很多事情其实都可以 统统把它串在一起 那就简单 事情也会比较有效率 那这个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把这个录制完的结果变两个按钮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啦 我是建议最后可能还有一个还蛮重要的 就是你录完之后 那你想说 那到底这个它是怎么样可以让我可以自动执行 那基本上这个可能就牵涉到它背后的程式 就是所谓的VGeo Basic程式的 那这个难度相对的也会比较高一些些 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时间所能够讲得清楚的 所以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许不妨可以先把录制聚集先玩玩看 我是觉得录制聚集真的还蛮方便的 有些东西你就不需要再重复做 节省很多的时间 试试看